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查因访民上访而受到政府惩罚牢教 被关黑监狱的情况 遭到当地警方的非法阻碍和盘查 被迫中断正常采访工作 于当天乘飞机离开湖北 新疆滞胀包身宫事件曝光后第九天 四川渠县已经两度对该县救助站基地对外贩卖滞胀工案情进行通报 通报称 身为救助站运送股股长的杨军毅已于星期二被刑事拘留 该县救助站站长被停止调查 有县纪委监察局牵头对该案所涉及的部门监管 民政救助 残疾人权益保护等方面展开全面深入的责任调查 台湾的民进党支持者星期三在台北继续示威 抗议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问台湾 星期二 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举行第六次会谈 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有中国防火墙之父之称的方冰新开设新浪微博 遭到网民围攻 抨击他助纣审查 导致内地4.2亿网民无法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 结果方冰新被迫关闭了微博 北京爱之行研究所万延海发布了2008年 遭遇税务记查被网录 作为当局打压非政府组织的铁证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节目 我是石山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